日月潭是国际级的风景区 南通县公告 扩大禁烟场域 包含了象山游客中心 水社码头 伊达邵码头 玄光码头等12个地方 连停车场也包含在内 即日起全部禁烟 违反规定的话 以烟海防治法 最终可罚1万元 日月潭伊达邵商店街满满人潮 日月潭的山水美景 以及邵族文化特色 吸引许多游客到访 不过尹君子要注意了 日月潭的热门景区 最新公告全面禁烟场所 包括日月潭边的水社码头 招物码头 伊达邵游客中心和码头 玄光码头 不管是餐厅 游艇上 甚至连停车场都禁烟 为者最重可罚1万元 为了国人健康还有环境维护 禁烟令再扩大 除了各大码头外 还有上山游客中心 车城及普里管理站 及游客中心等12处 等于一进到风景区 就是禁止吸烟 退运土雾 就会吃下2千到1万元罚单 大概有120万人 他是接触到二手烟 导致的危害而死亡 来旅游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旅游的品质 不要有二手烟的危害 寄出禁烟政策 游客未来再也不用忍受二手烟 能放心享受日月潭的新鲜空气 只有尊如晨 南投厂报道